松 走 身体落 手起 开 脊椎起 手落 身体落 手起 肩椎拉回来 落右胯 右揽却尾 松右胯 向右转 松右胯 左回正 延伸 左膨视 后面胯 松 坐后胯 坐前胯 前胯向左转 松前 左胯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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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左转 好 开 好 坐右 坐左胯 手起 好 坐右 好 松左胯 一个 左胯再落 两个 左胯松向右转 合手 称当 膨胀挤 我们上次是到这边吗 到岸 来 坐 坐左胯 坐右胯 坐 正面 撑 好 横履 坐左胯 右脚 脚尖扣 扣回来 坐右胯 斜履 这个到这边 好 右胯再松 身体向右转 提手 收脚 伸出 向左转 做 延伸 单边 好 收 好 先到这边 好 再来 再来 我跟你们同 同方向 走 落 坐 坐 坐 落右胯 回正 脚回来 延伸 左膨视 坐右胯 左胯 转 手回来 延伸 右前方 坐后胯 转 驴 坐左胯 左胯向右转 合手 挤 坐左胯 落 再落 坐 延伸 坐左胯 横履 右脚肩扣 斜履 落到右胯 右胯松掉 身体会向右转 提 提手 右胯再松掉 身体会转回来 脚同时回 坐右胯 预备 延伸 单边 好 收 好 这个 彭丽几岸到单边 这小段落 这小段落 是杨氏太极拳里面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小段落 它重复很多次 它重复很多次 所以它在拳里面在这套拳里面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枢纽 那这套拳要从这个的着重点 转换到下一个着重点的时候 就会回到它 经过它 它就像是八卦里面走掌的时候那个换掌式 回到它 再走下一段 然后下一段练了 再回到它 中间可能很多招 可能很少招 可能中间它就练一个云手 有没有 中间有一个 单边以后就是云手 云手完了以后又单边 它这一段 它云手是一个单独的练 练的 重要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的段落 在两个的 这个 彭丽几岸到单边中间 所以它是一个转换枢纽 它是一个 一个这套拳里面的精华段落 为什么它可以当作枢纽 因为这一段的知识动作跟练法 它是走中宫的 它是走中宫的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走脾位 所以它的练法是 所有的动动动 因为阳世太极拳 阳世太极拳 它整个的套路 它的起伏 起伏不是很大 它的起伏不是很大 它都是在 都是在中央 我们讲的阴阳跟阳阴中间 在大概中间这个段落 陈世太极拳 它有一些蹦跳 啪啪下去 跳起来串下去的 阳世太极拳没有 它有高的 可是它几乎都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它是走中路为主的 尤其这一段 彭于吉安道单边这一段 它特别是在中宫的 所以练练练就回来 回来中宫以后 稳定了 然后再走下一段 再回来再走下一段 所以这一段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很基本的 但是阳世太极拳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小段落 它的功能有点像 没有像刚才讲的三个庄的转换 那么强度那么大 可是基本上它本身就是一个 可以独立的 可以独立的一个成熟的段落 所以这个很重要 从单边 它为什么到单边 一个单边是中路 好像枪里面的中平枪一样 它中路从单边可以画 这里面108式里面 每一个式子 都可以从单边 单边变化出来 所以它一回来 调理完 调理完就回来到单边 单边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是用公布 有些人是单边就是 啪 就是一个骑马步这样子 就说 啪 到这边 定住了 没有了 接下来要干什么 从这边 从这边我在想 要不懂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起头 也是一个结束 到这边就 啪 没有了 接下来你要干什么 你要下 你要上 你要走中 你要走什么 再来 要不懂 所以这一段要 这一段要好好练习 记住它是走中的 你们看它的动作 所以 它在走 你看 我们从 我们从这边 我做的比较明显一点 你看 抱一个球在中央 你们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转 回来 定住 你们看 在这边如果是一个球的话 为着中弓 有没有看到它的转动 左右的转动 前后的转动 是不是这样子 每一个角度的转动 基本上都在这边 所以这个去练手 有问题吗 这边 稍后 他的转动 刮 好 刚 这边 贝